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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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还是中学生 但是来自台湾台中北市中学棒球队的队员们 训练起来一丝不苟 球队纪律严明 男孩子们一律寸头 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将会在深圳和来自两岸的各支校园球队 进行多轮比拼 角逐桂冠 以融合两岸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海峡两岸交流融合月 近日在深圳开启 为期8天的第4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 也随之打响 12支台湾球队和20支大陆球队将进行80场比赛 角逐不同年龄段的4个冠军 有的球队志在桂冠 有的球队志在练冰 不同球队来自的地方不同 球队文化也各有差异 台湾世新大学是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的常客 实力强劲 而要说这支球队的特点 那真的是非常的吵闹 位置 在对阵南方科技大学的比赛中 主手黄晨毅祭出的一季本来打 将比赛推向了高潮 也将牛鹏的气氛瞬间点燃 黄晨毅作为大一的菜鸟队员 显然早已经完美融入了球队 我们四季大学的特色就是 凝聚力特别强 然后很团结一致 然后就是一人为全部 然后全部为一人 就是我们大家在一条船上面 然后就是你我都很照顾彼此 不管是哪队员上场打击 其他的队员都可以喊出 专属于他的加密助威口号 外人听个热闹 队员则心照不宣 我觉得这支球队一贯的传统 然后是从学长慢慢的 一年一年大家传递给下面的人 那我觉得球场上就是尽情的享受嘛 那享受就是开心 开心就是不管今天胜负 不管今天的分数 那就是开心的在球场上 做他们觉得最快乐的事情 打他们最喜欢打的棒球 球场上风生水起 不过球场下黄承意就遇到一点小麻烦 第一次来深圳的他遇到了语言上的小挑战 今天去吃饭 然后我说要外带 然后他说外带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就是外带 然后他说是打薄嘛 然后就有点不太懂 对 两岸习惯用语的不同 自然不会难倒这帮大学生 球赛一结束 小伙子们瞬间就已经约起来了 谢谢师兄 谢谢师兄 等你11点 谢谢师兄 其实因为今天开幕完 然后我们是坐同一台游战车 然后就有多多少少有一点交流 有聊天啊 就知道他们深圳当地的一些 好玩的地方 还有好吃的美食 对 可能今天晚上还会再相遇 也说不定 对啊 有应该是有小计划 对 就期待晚上的局